特別去算一下 目前在臺北市跟臺北市有關的居家隔離的數字 有357個 可是有200多個是外縣市 所以在臺北市管理的居家隔離的有113個 居家檢疫的有573個 但是裡面無症狀的人是561 有症狀的有4個人就醫 兩個人輕微的症狀還沒有就醫 但是目前居家檢疫只有6個人失聯 這6個人失聯我們已經通報警政署 有警政署再去找人 現在我們簡化變成說 只要里長 里幹事 區公所 衛生局 健康中心到現場 他這個人不在 他其實就是違規 第二個我們如果有警察局的那個電手機的簡訊譯查 然後第三個就是他有原來民政司給我們那個名測 這三樣東西加起來可以有事實主任他是離開了他的 檢疫居家的地方 那這個部分就可以開罰 那之前可能還需要拿他的文件 拿他的什麼 可能開罰程序會很慢 這個是我們認為說 所以我們現在除了那邊多不得兩個 我們現在已經開罰了四個 對 只要一開罰 就要看一下去修會的時候 所以現在的時間其實還早 第二個就要看疫情的發展 那雙城論壇已經將近十年了 所以不會特別因為什麼原因有停辦 而是如果疫情真的有影響的話 那當然會暫緩 會延期 因為我們通常暑假會辦嘛 可是通常這段時間應該就是要開始 拖傷的籌備期 可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因為我們這次登節的上海展區 上海沒有半個人可以來 因為沒有辦法發入台針 因為大陸地區目前是我們禁止他們入境 所以就這個部分 因為聯絡現在的方式聯絡也不是那麼困難 那如果是要當面接觸當然是 現在是沒有辦法這樣做 可能會有延遲到時間是一定的 所以那是出去在討論嗎 我相信因為時間也還早 討論的部分要問一下國際事務局 但是我相信這個事情是兩個城市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互動 那是不是要因為這個疫情的影響 那當然以安全為主 但是工作還是要做 所以說可能是說 透過視訊或是透過一些網絡的方式 來做一些密集 因為現在的方式都很方便 所以其實不用特別 一定要面對面才能談事情 所以籌備工作應該不會受太大的影響 不知道我們三、四月的活動 有確定你怎樣取消 有幾個比較特別的活動 有像一個市場處的 還有一個市場節 但是市場都是吃吃喝喝的活動 所以就會暫時先取消 我們不用再也會 找到一個家的工作 在各位報告 一個家跟我們做過的 我們出了